珍貓 顏色 哈囉大家好 我是Vita 我現在是站在 正常通常擔任腱體不穩的工作 然後因為我的興趣是健美 所以我從大學一直練到書社會 然後我第一份工作就在公開工作這樣 然後我之前也有比過賽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比健美比基尼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 健脂剪到很乾的時候 大概體脂15%以下的時候 然後我的胸部是完全是平的這樣 然後就是比那時候的很高還要平 然後就覺得很可憐 然後就是自己那麼練得那麼辛苦 然後女時空是那麼嚴格 然後結果胸部是這樣平的 那時候上台的時候 穿那個比賽的比基尼的服裝的時候 就很可怕是空杯 然後什麼店都擠不出來這樣 其實從那之前我就想熔乳了 然後在那之後是就是加深了我對熔乳的欲望 對 然後加上我本身自己又是比較偏歐美的 就是我平常穿的衣服都會比較貼 然後也希望要穿比較少這樣 反正就是想要當辣妹啦 就覺得我有自己屁股可以自己練 可是胸部就是練不出來 我就覺得其實現在熔乳也越來越發達了 然後就覺得風險也還好 然後就只是屁股自己的經濟狀況 那我剛好出車會存了一點錢的 然後就覺得可以來戴 因為就是之前我穿比較少衣服的時候 然後就是我都要用那個墊子嘛 然後我今天其實也有帶一些墊子 就是那種拼口啊或是什麼什麼樣肉背 穿那個就很麻煩 我就想說熔完之後就可以貼胸貼就好了 而且有些衣服也可以不用穿之類的 這樣就很好看 因為我對自己的臉有自己的標準 我覺得融完之後會變得更漂亮 這就是剛剛說到的那些胸墊 像是我其實平常在健身房穿日動內衣的時候 因為我通常下面很熱我都會只穿日動內衣跟Legging 然後穿日動內衣我至少都必須要墊兩層 因為我都會自嘲我自己胸部很小 然後我朋友就會說 不會啊至少看起來還有夠什麼的 但我都是用胸墊挺出來的 然後我自己也有談的時候我有用胸墊 然後他們都覺得應該沒那麼誇張吧 但實際上他們沒有看我裸體 所以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小這樣 所以我明天開始就不需要了耶 欸 吃東西 所說的第一天啊 我自己覺得 葡萄會痛 然後 就是只有 嗯 一點點那種 有時候會有那種抽血 抽血突然被抽出來的感覺 有點酸酸的 髒髒的 然後 嗯 我覺得有點像那種 媽媽在餵小孩喝奶那種感覺吧 雖然我沒有餵過母奶 但應該是類似的感覺 然後 還有 嗯 躺下來的時候 躺下來的那一瞬間會不太舒服 跟 坐起來的時候不太舒服 那其他的話都 還好 今天是手術完的第二天 然後 我覺得 比手術完 當天好多了 然後 嗯 藥如果按時吃的話 其實恢復蠻快的 然後我自己是吃完藥就會混水 但我覺得這也蠻好的 就是多休息嘛 這樣好比較快 嗯 嗯 好 那邊 從說第一次天我就回去工作了 然後 剛開始騎車的時候有點怕怕的 可是好像沒什麼差 就是 雖然路上都很不平 但是 我騎車沒什麼影響 然後 嗯 我現在也可以自己補菜 就是 因為我之前本來就自己 備餐的習慣 然後 基本上 都跟龍武前的生活過期都一樣 其他的話都沒有什麼 太大的 痛感或是什麼 嗯 我們這兩天吧 就是先動動肩膀 然後洗澡的時候 腿腿腿腿腿 然後撕下這樣子 或是往右邊 右邊把腿都不同邊這樣 OK 那你第一把可以看看 嗯 嗯 空間這個 其實空間都有 啊只是 只是 這裡的 肋骨是滑圓的 所以球帶 嗯 帶點造水 啊如果說什麼需要的話 因為不然稍微 稍微 稍微擠一下幹嘛 這個還是我 嗯 洗澡的時候 十下 十下 看似你能做得不錯 十下 可以 十下 嗯 OK 欸是怎麼這樣 好啦洗澡的時候 上來第二天 請 那你現在重學你做的 都OK 都OK 都沒有什麼問題 嗯 做什麼 這樣 都不 ん 是 做什麼 都不說 牛角 真的 打順 開出來 這裡 超級的 天 嗯 等一下就吃到了 有點慢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什麼好東西